Leo聊世紀,天天都不幸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保加利亞人對上危機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基圖 現在來介紹一下藍方選者的文明是保加利亞人 保加利亞人是比較特別的文明 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但是他有一個特殊的建築物叫做銀壘 這個銀壘跟城堡的傷害值是差不多的 但是血量是城堡的一半左右 但是造價便宜,可以變成一種另類的劍塔來吸 這個銀壘也可以產出他的保兵單位 保加利亞騎兵 也是我們俗稱的喪屍騎兵 保加利亞人擁有喪屍騎兵 加上他的銀罐技術馬凳 可以增加攻擊速度33% 所以他的大陸馬跟騎兵單位 攻擊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保加利亞人他的兵工廠科技 也是肉類減半的 所以可以在早期的時候點一下異攻或異防 進行跟第一分人交換這個科技優勢 逼對方去點這個異攻異防 可以獲得一些優勢起來 保加利亞人還是要主打這個強軍事 後期可以搭配這個馬攻、大衝車還有重頭 還有這個保加利亞騎兵作為主力 好,接下來介紹一下維京人 那維京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輪軸技術跟手推車都是免費的 那維京人呢 大衝車也是蠻厲害的 後期可以打這個11攻的強弩 那維京人呢 還有這個維京狂戰士可以用 比重輸出之快 而且他的單位呢 會自動回血 那維京人本身有酋長科技的關係 所以他打維京狂戰士呢 也可以對騎兵造成成盾的傷害 所以維京人打到保加利亞了 基本上算是好打的 打這個上司騎兵算好打的文明 跟他的酋長可以對騎兵造成外增傷 就算他下馬了 步兵對打情況下 維京人也不會太落後於人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封建會怎麼打 那維京人對抗這個沒有經濟加成的文明史 通常優勢是蠻大的 只要沒有太大的漏洞或是防守輸出現 維京人經濟上是不可能輸給對手的 因為他免費輪走跟走推車 經濟加成實在是太好 好,那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經濟狀況 現在是維京三個人伐木 報加利亞這邊也是三人 火子四個人吃 維京人這邊有細節 他沒有下魔防 他這邊是先防 反而是先下採礦營地 這就是前期現在高手們的一個細節 會有一種不同 這裡沒有先吃果子 反而是先搞採礦營地 那這邊那麼早就開始挖金礦 就代表有可能 他要轉裝甲或者是 轉這個工兵 好,這邊就要來看一下 到底會打什麼樣的路線 好,維京人這邊點下了風箭塞之後 沒有下軍營 那有可能是直接打工兵路線囉 軍營也會非常晚下 這個時候出去的棒棒 基本上沒有任何的殺傷力了 所以應該是直接轉工兵 槍攻路線 好,這時候YO已經按下了棒棒 那YO這個文明呢 他有個特色喔 就是他的精冠技術是血液喔 他的鳴兵部分呢 是會自動升級的 所以保加利亞人這個 前面打這個棒棒轉肉滿 然後再轉工兵呢 是非常適合他的打法 好,免費升級為裝甲步兵 那到了後期他只會免費升級到雙手劍兵的關係喔 所以這個血液步兵呢 其實說坦也不坦 說好用也不好用 好,維京人這邊是補下射箭塞之後 看一下這邊操作 以及伐木點下 好,這隻槍兵有在控 趕快走趕快走 他不是棒棒,而是裝甲步兵 這裡裝甲步兵給的壓力很大喔 全然不能打 全然不能打 如果是棒棒的話 還可以稍微用槍兵去戳戳一下 跟村民一起打 但是裝甲步兵的話 輸出誰太高 好,這裡可能要開打了 直接用村民先打一下 好,這邊肉馬先打 肉馬再打個一刀 弓箭手出來 殘血 好,這裡回頭 想要點嗎 好,這邊空兵有點危險喔 肉馬高打第一 槍兵要過來嗎 不是,你這邊上高地 會不會開始死 哎呀,差點操作失誤啊 但不錯 這邊裝甲步兵 已經收掉了一隻 好,加利亞人 這裡是要轉弓兵嗎 OK,轉弓兵 好,那圍巾這邊是沒有點下一級農田了 這邊是非常迫切的 就開始撒農田了 那沒有關係喔 這邊待會撒第二輪農田之前 先把這個自動撒農田取消掉 就可以了 那你就不會自動去撒第二輪農田 這個算是高手們的一個前期細節操作 那我們最近會開始講一些高手們的高端細節 跟你們 不是跟你們 跟我們一般玩家 差距在哪 就是他們會注重這些細節 這邊自動撒農田他就取消掉了 那如果他有點這個一級農田的話 通常是會開起來的 OK,那圍巾人這邊細節是打得非常好 那待會 待會待會 現在絕對不是點一級農田的時候 那這個肉量吃完之後 好,這裡先補了一個麻糾 把這邊先圍起來 圍巾人前期打得算是挺保守的 都把兵放在家裡 防守為主 好 那寶札利亞人呢 這邊是 沒有經濟加成 所以應該會比較急的 反正是寶札利亞人 不然我這邊應該是要迫切的 趕快想要進攻 所以他這邊趕快拉了一些兵過來 而且一攻一防點下囉 你的一攻防點下 只需要一百 一百黃金跟五十 一百食物跟五十黃金而已 所以寶札利亞人 前期打這個攻防 提升是很有優勢的 如果是圍巾人的話 就是要兩百跟五十黃金喔 就差很多 這個肉類減半 效果真是不錯 而且圍巾人 這邊 欸,也點下一級射了 但是他知道毛病全部都在我家裡 所以敵人家的毛病應該很少 如果敵人家的毛病也很多 就意味著 YO這邊是 投資了非常多的肉 在這個毛病身上 這邊肉馬過來 看到 哎呀,果然啊 毛病很多啊 那這邊好像有點尷尬 危機人沒有辦法 站到任何前頭 選擇撤退 那確實 危機人這邊經濟很好 已經可以點城堡了 YO這邊為了補一個輪酬技術 反而讓自己的村民術 還拖到了一些 好 可以三十五吋對三十八吋 哇 這個就是危機人經濟優勢啊 非常的多啊 然後變得 TC閒置喔 都來到了十秒鐘而已 非常短 那高手們在 早期時候 這個 城堡時代之前 TC的閒置時間 聽說平均不到 三十秒 非常強 所以如果你想要成為 爵士高手的話 盡可能 在城堡時代之前 TC的閒置 縮減到十秒 三十秒之內 你就可以成為這個 世紀帝國的 單挑高手 資料上是這麼說的 但你要邊打架 然後邊不斷 村民 還有這個流程要記得很好 也是相當不容易 好 那這邊 受根技術已經點下了 那這邊 待會就可以讓農田自動復根了 好 娃娃這邊 哪是歐納的四隻村民 這邊投射的 我們剛剛沒有看到 這個四隻村民 來蓋劍塔 娃娃這邊 是因為保加利亞的文明特性關係 所以 劍塔後轉這個銀雷 寶推 是相當適合的 好 剩下一秒蓋好 唉唷 這邊蓋得很極限 右邊這隻馬被射死了 但這個劍塔 確實也騷擾到了維京這邊 維京這邊經濟優勢非常大 為了要這邊盡可能的 砸一些軍事 去跟對方換經濟 會更好一些 看一下上方 這裡 寶大利亞人 是 決定要先撤退 人家已經上城堡時代了 待會兒這個奴兵一定會被他升級好 那 娃娃這裡可能前面要補一根劍塔 防守下祖金 跟正面先稍微圍死 不然這工兵走進來 這真的是手竿爆炸 好這次稍微圍一下 沒有打算要插劍塔 因為時候也不夠 但毛病已經回來這邊防守 喔 這裡要硬款喔 奴兵還沒辦法點下 維京這邊經濟剛剛經被控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點 但維京這邊打算要正面硬剛了嗎 正面硬剛不太好 哇 娃娃這邊回守 一個守住對方的 工兵推進 哎呀 工兵全死去 那這樣子的話 娃娃的優勢非常巨大囉 斯蘭這邊騎士他暫時解不掉 但至少這坨工兵解掉 他的壓力變得很小 那 寶貝利亞人喔 是一個不能升級工兵的文明 所以我剛剛應該是不會打工兵 應該是會轉這個 馬功 如果需要用到馬功的情況 那維京人的騎士呢 是非常薄弱的 沒有三級馬卡也沒有品種 但是他在一些特殊情況 例如內加隨機到了 團戰 為京人的話 內加還是可以出騎士 因為他經濟非常好 其實抱騎士數量 也不太會輸人 只要數量不輸 基本上也沒什麼問題 好 那在列車身中心補下 右邊再補了一個修道院 竟然這邊騎士打了非常多 來到了四隻喔 唉唷被戳掉了一隻 唉唷有可能再被戳掉一隻 好 外奧這邊防守 防守得非常漂亮 這邊點下了品種 好 後面這根塔 好像有拆掉 這個不知道怎麼拆的 好 這裡又不能一根劍塔 好 這裡補下了城鎮中心 現在是雙TC 開諾 這邊騎士抓到了兩隻村民 喔 這隻村 騎士已經賺到了 現在偽經人村民數是45村 對是三村 但是現在有所推測的優勢 現在被抓掉三村的偽經人 有點小虧喔 好 來我這邊趕快3TC補下 維京這邊城鎮中心可慢補 照理來說 他這邊應該要補一個城鎮中心 在這裡 這個金礦 當然他這裡可能沒有木頭 沒有即時補下城鎮中心 好 這根劍塔 可能會被拆掉 好 這裡趕快按一隻生鎮魚 來補下騎士的血量 維京 節奏打得偏慢 哇 這個要自低了嗎 這個要自低喔 不然會被招翔掉 好 上方有一隻騎士遛了進去 但是後方槍並經過來 快閃快閃 好 圍一下 用圈頭扁他 呵呵 這個騎士 這裡有洞 讓他鑽嗎 不敢鑽 怕鑽過去 他馬上蓋房子 怕YO的防守能力阿 這個 瞬間防守能力 YO應該是不會輸的 好 這邊還在砍這些村民 還在騷擾 好 把自己塞著了 喔 又抓掉了一村 好啦 結果最後還是走了出去 好 這邊想要衝了一波 好 爆炸莉亞 YO過去看到兩隻生女在著想 全部往回拉 哇靠 YO直接4TC開農 結果圍巾這裡是怎樣 沒有開農 欸 怪怪的 這個圍巾不正常 好 這個圍巾打算要來直接來蓋寶 你插這麼多TC 那我就來插個城堡好了 圍巾這邊是瘋狂爆滿 生女這邊能夠防守住嗎 可以 好 兩邊都是走一個招翔路線 招翔到了一隻槍斃 生女還在往前走 YO沒有打算又碰這些騎生女了 好 打算要送掉 死也要招翔 哎呀 這個贏的也在互差 那邊的完成時間差不多 但歪歪的生女只有活了下來 兩個生女活了 這邊蓋好之後趕快收村 炸翔筒趕快按 陰雷的話是不是很安炸翔筒的 所以他這邊很有可能會被圍巾給炸掉 欸 結果這隻村民被射掉 哎呀尷尬了 圍巾這邊很努力的 開始往前進攻 後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後面要按燃抽車了 後達利亞人 這邊暫時不太好打的感覺 這邊炸藥筒按了123456 6個炸藥筒應該是能炸掉這個鷹類的 問題八大 好 騎士收到城堡裡面 好 四個就可以炸掉吧 應該是要五個 如果是蠻險的狀態的話 這邊維經人炸得非常不錯 炸完銀雷之後 開始要用維經狂戰士了嗎 剛按了一隻 維經人這時候點下了抗招翔 前程科技 後方這邊有一隻騎士 想要炸掉時空弓 但這邊進回也好了 後方的經濟暫時沒有問題 這個黃金還是可以稍微開挖的 維經這邊首要目標 還是要打擊Wild的經濟狀況 這邊經濟狀況還是要碰下來才行 再推一台衝車 現在是雙TC 拆弄 對上寶甲利亞人 4TC 但這個TC可能快要不薄了 Wild決定在這邊補一根城堡 防守下正面的金礦 避免被對方挖走 這邊慘了也想要空下來 Wild這邊直接一個防守 蓋了房子 想要砍生女 但生女活了下來 這裡騎士想要去解一下村民 有砍得到嗎 這裡砍得很快 村民被騎士砍了 這邊城堡還有60幾% 但這個洞是不是過不去了 好 剛剛過不去了 後面騎士趕快拉回來 砍後面的蓋城堡的村民 但右邊還有更多的村民還在蓋城堡 完蛋 94 95 YO這邊抽一出損失了一些 但是最後城堡還是順利建造了起來 右邊勝利應該是難投一死 OK 這一波YO極限夾住 沒有被對方陸清進來 很好 很好 YO這邊點下了二級農田 哇 覺得二級伐木沒有點 維京這邊是有點二級伐木的 這邊這裡蓋了一根城堡 維京人看來是有點害怕嗎 反而蓋贏了欸 但是一看到城堡馬上就離開了 好 現在雙方打的是一個不尋常的戰爭 這個維京人難得可以看到他打這麼的強軍事 喔 還點下了帝王時代 打強軍事居然還脫身時代 這個攻勢會稍微被減緩 可能看到這麼多的城堡跟銀壘 我覺得這裡不剩下城堡不行 好 但這個金礦可能還是要找個機會拿回來 維京人有這麼多的資源可以去插跟城堡 守在後方嗎 後面又補了一個銀壘 好 維京這邊按了一隻馬弓 好 解掉這裡面的石礦弓 看這邊他已經蓋城堡了 唉唷 可能會蓋好 這個銀壘要蓋好了 快閃快閃 哎呀 有點太慢按了一隻馬弓啊 唉唷 好 這裡 唉唷 撕掉 好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很努力在修理 沒有打槍要放棄 好 這邊東西趕快掃 唉唷 結果這邊屠殺了一堆維京狂戰士 過來要這邊轉出寶加利亞騎兵 點下了惡防 很用可能惡攻會馬上補 因為這裡要趕快點惡攻惡防 提升一下這個騎兵的素質 而且都是半價的 不點百不點 好 換這邊YO進攻了 YO這邊打算要用寶加利亞的特色 這個銀壘 這個是維京人 聖地龍時代最危險的時期 YO這邊稍微把後方給維持 看寶加利亞騎兵到處都在慢慢產生出來 好 這邊三TC往後開 好 這邊直接走正門路進去 哇 真是被TC射這個血量掉得很快 哇 全部殘血 走到後方 但是已經換挖完了 後方其實沒有太多的東西 好 YO這邊直接用寶加利亞騎兵 這邊硬尻 好 但這邊騎兵數量有點多 騎士過來 維京狂戰士能擋住嗎 欸 沒有擋住 哎呀 被砍掉了 勝率 右邊的寶加利亞騎兵也在打架當中 左下角的維京狂戰士 守住了這一波的攻勢 右邊的YO又再蓋了一根銀淚 YO的連續銀淚進攻 怎麼到處都能蓋銀淚啊 YO這邊進攻打得非常漂亮 後面是台衝車已經過來了 這裡要按更多的維京狂戰士才行 好 這裡趕快按這個 維京狂戰士出來擋一下吧 那這個城堡好像要掉了 維京呢 這邊經濟不太好 忽然被蓋銀塗城堡 然後這裡又被進攻 經濟已經完全擋不住 現在也沒有石頭可以修城堡 這個城堡居然被解掉 WOW 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城堡順利拿了下來 後方的巨型投資金慢慢產生的出來 好 這裡要趕快集火 巨型投資金要趕快走 這裡沒有打算要走了 再投一發駝石 OK 解掉台衝車 村民趕快繼續打衝車 哎呀 最後上方的巨型投資金守了下來 右邊的駝石車跟鷹類也在進攻當中 我已經這邊突然一夕之間 沒有正常農田可以開始種田 哎呀 農田只剩下21隻村民了 我還要這邊進攻打得非常漂亮 我還要這邊進攻打得非常漂亮 我還沒有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 沒有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 有一隻蠻瓜在那邊燒了蠻瓜 好 寶加利亞騎兵還在打 還在打 這個鷹類應該也是要蓋起來了 鷹類就是寶加利亞最大的殺氣啊 一直蓋一直爽啊 哇 又控到了農田又控到了黃金 這個... 圍巾這邊很難受啊 村民的差距也被打出來了 後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但是現在圍巾人有巨型投資金的射程優勢 右邊的承認中心 直接失守 現在圍巾狂戰士出來防守 所以寶加利亞騎兵也不太容易 按僧侶來說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防守一點點 這隻殘血的僧侶 還是能活下來 正面進攻 再來一次 寶加利亞騎兵這裡數量非常多 這邊圍巾人拉了一些村民到了右邊 想要找野礦 但是右邊什麼都沒有 哎呀 他的野空在左邊啊 這一個地圖正是讓圍巾人 深感痛心 走了這麼久 走到黃野還是沒有找到礦 圍巾這邊斷礦的關係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造出任何的黃金兵種 甚至按一個森旅都要靠買賣才能買得出來 好 右邊人終於拆掉這根銀蕾 我用這根銀蕾爭取到非常多時間 上方的寶加利亞騎兵已經突破了層次中線的防線 上方圍巾炮戰士數量雖然堆疊了起來 但是可能是無法擋出這一坨的 寶加利亞騎兵二攻二防的狀態 好 這邊直接一個足層戰法 但是上面還是有個漏洞 寶加利亞騎兵直接衝了進來 要來給圍巾最後一擊嗎 這兩台巾銀頭是雞被拆掉的話 還有機會可以逆轉嗎 右邊的銀蕾也沒有拆除成功 兩台巨頭被打掉 這邊圍巾人搭出了GG 我們恭喜YO拿下比賽勝利 YO最後是拿了50隻的寶加利亞騎兵 對決25隻的圍巾狂戰士 YO這場打的真的是非常 非常濕滑 濕滑 非常流暢 寶加利亞就是該這樣打 這個塔攻 然後免結銀蕾的攻勢 打得非常的好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維京居然沒有早早開弄 反正是選擇了單TC 然後去前往插城堡這件事情 這個TC應該要早早補一下 不在這個位置 還有這個 這個地方可能要先補 這個礦真的是要安全起來 再往上補也可以 維京人可能想說他自己的副礦 都是離的比較偏前面一點 打點強軍士可能對於自己的領地保守 你會比較安全 但我沒想到YO的銀蕾防守能力不錯 而且進攻來說 銀蕾也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甚至控制的維京後方這個礦 那左邊這個城堡如果插在後面的話 那可能會對維京人會比較好 但他這邊選擇了把城堡插在前面 因為YO來這邊插銀蕾 所以讓他沒有辦法 只能把這個城堡投擲在前方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YO拿到了42000的經濟資源 贏得大概快要9000了 資源全勝了 結果維京人經濟最強 結果反而是打得有點經濟最落後 果然這個經濟要好 還是要開提系 YO這邊是達到了150寸 經濟非常優秀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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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